电上蜡烛,为亡灵献上鲜花 这里是距离车诺比约50公里的斯拉夫地区镇 居民举办首页活动,纪念核灾36周年 这场浩劫导致约4成欧洲领土被污染 至少4亿人遭到波及 俄欧战争再度引发外界关注这座停用的核电厂 国际能源总署造访一度被俄军占领的 车诺比核电厂 俄军残留的口粮,辐射量更是平常的50倍 问题不是核灾的能力,问题是战争 在这个情况下,我们有一个核灾的安全状态 不正常的情况,可以变成了一个事件 36年前的核灾导致周围的松树变成红色 顾名红色森林 车诺比核电厂如今仍被放射性土地包围 核电厂工程师回忆在俄军占领下 工作600小时的经历 近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受访时 再度打出核武威胁牌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表示不该把核武当成要挟手段 更不应该使用任何核武 他们也呼吁,车诺比核灾留下的灾难至今还在 别再让历史重演 待新闻落着性变异